看來就是火區政府說 有一個要減少污染 一直都鼓勵這個客廳車 來改用這個家屬 所以不然來補助這個改正的費用 也有補貼到這個家屬說1公升2塊 不過這個補貼的價位說 今年底就要告記錄 今天就有這個客廳車 這個公費很不滿 說這個補助怎麼可能會出銷 他們說他們這樣來配合 政策電腦到會變成一個受害者 目前的瓦斯來瓦斯的政策 我是覺得說 是一個口號而已 我們司機沒有實質的受惠 接著這製作 現在家具比家具有什麼多錢 而且他們家 尤其又比湯徵的家屬貴四聲 開家屬車維修的費用更多 現在是靠政府補貼這裡做的下去 如果政府不補貼 那不是還能配合政府的政策 跟了解度 不猜說這些人坐在這裡都支持到民眾 那就真的要包圍馬政府這樣比較觸避 面對藥者想起 環保署長的心思後也不太開心 因為他今天有這樣的協議 是政府做成的 這是誰做的錯誤事情 是前面政府做的錯誤事情 他為了選票 什麼錯誤事情都可以做 結果是我們愛罵 不過立委也只出對藥者來說 政府的政策是嚴肅的 現在政府如果沒有繼續補貼 藥者也很不夠 所以要求環保署跟政治部 共同來現象來調整政策 畢竟台灣推LPG車的成果 一定比自邊的日本、韓國和香港 落後這麼多 記者 您正面試幾問 台報報道